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需要等骨头达到某个程度的愈合之后 才能够完全回到正常行走的状态 而一般来说 手术后隔天就可以使用拐杖辅助下床行走 但何时可以完全放掉拐杖 会跟钢板的选择有关 如果您是选择健保钢板 那么会建议您手术后 前八周都要部分负重 以及使用拐杖来辅助行走 而如果选择使用自费的钛合金护所施钢板 那么术后三到四周还是需要部分负重 这之间建议使用拐杖辅助行走 才可以避免因为疼痛或肌肉力量尚未恢复而跌倒 如果您的工作形态为办公室 不太需要久站的类型 那么手术后大约二到四周左右 就可以回到职场上班 因为此时手术伤口通常已经愈合 手术部位的疼痛感也已经消失大半了 但若您的工作形态是久站 需要时常走动 就会建议手术后四到六周再回到职场上班 因为这时候肌肉的力量才会恢复的比较足够 最后如果工作形态是需要上下楼梯 拌运重物那么会强烈建议 手术后至少复健休养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后 再回到职场上班 因为骨头要达到几乎愈合 大约就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一般来说 恢复到规律运动的时间 有89%的手术病友可以在一年内达到 而100%的病友可以在两年左右达到 至于运动的形态跟强度 大约90%的病友可以恢复到手术前的运动状态 而有85%的病友则有机会可以做到比数前还要更高强度的运动 不过一开始我们会建议病友先从低强度的运动开始进行 例如散步、快走或是游泳等 如果都没有不适感 则可以慢慢进步到骑脚踏车、短程慢跑等 最后再依照个人状态 逐步到更高强度以及更高频率的运动 例如爬山、非接触性球类等等 总结而言 手术后大约6周左右 经X光片确认解骨处 骨头生长状况良好后 就可以完全负重、移出拐唱行种 至于何时可以重回职场 则需要依工作的形态而定 例如静态类型 约一个月内就可以重回职场 而出众工作则建议等两个半月至三个月 骨头愈合后再进行 最后运动的部分 大约近九成的病友 在一年内都可以达到规律运动状态 且多数病友甚至可以从事相较 原本更高强度的运动 不过建议要循序渐进的增加强度 以量力而为及安全舒适为主 我是台北绒肿关节重建科 林郁宽医师 祝您健康平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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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